泰國政府宣布自十一月一號起 四十六個低風險國家和地區的旅客 只要完整接種疫苗 就能夠入境泰國免隔離 不過首播的名單沒有包括臺灣 而目前臺灣的疫苗覆蓋率突破六成 但是施打新冠疫苗後的死亡通報個案 也累計到了九百一十二人 由於審核受害救濟案 一件平均預約需要半年的時間 也被外界質疑時間太長了 希望能夠加速救濟 接種新冠疫苗後死亡的通報個案 臺中市二十一號一口氣新增五起 其中四案施打AZ 一案打BNT 四女一男 其中一名二十三歲女性無疾病史 而兩案解剖後初步死因 為心臟疾病 一案為白血病 市府對於疑似疫苗接種後死亡的個案 都會主動關懷並發放慰問金 尊重家屬預防接種 嗅害救濟申請的意願 協助收集相關病例資料送中央審查 以釐清死因與疫苗的相關性 以二十號為例 不良事件一百十九件中 有十二件死亡 包括AZ八件 莫德納三件 BNT一件 其中AZ的罪長者為八十九歲 BNT一案則為四十五歲 根據指揮中心公佈至本月十五號施打後不良反應事件的 沒有確定 審定 確定說因為疫苗而產生死亡的這個案例出來 我們只審定了五例死亡的個案 那現在目前都沒有相關 因為每個都六個月 那現在一千多件到年底 如果報徵到兩千多件怎麼審議呢 我們會徵聘專家 來做協商 第二個我們開會的頻率也會增加 陳時中希望調閱時間能夠從六個月縮短至兩個半月 但由於數量不少 各界希望加速救濟進度的聲音不斷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台北報導